一星期一本书 在形象上如此 在内心中更是如此 人生在世不一定要一生荣华 名利傍身 但一定要活得清清白白 干干净净 因为干净不仅仅是做人的底线 也是人一生中最大的福气 外表是人的低障名片 亚兰曾说过 没有人有义务 必须通过连你自己都毫不在意的 邋遢外表 去发现你优秀的内在 外表干净 很多时候也是一项不容小觑的实力 有研究发现 一个人的外表 会对他的行为产生很大的影响 外表越干净整洁 对待生活就越积极向上 而这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当生活变得糟糕时 内心干净的人 不会因此就借故堕落 反而会尽最大的努力 保持应有的体面 古人说相由心生 一个人心灵如何 从面向仪容也能看出一二 好看的人通常不是穿金带银 名牌加身 而是仪容干净整洁 举止有度 正所谓人干净 心才贵 干净不仅仅是一种姿态 更是一种生活态度 齐赫夫曾说 人的一切都应该是干净的 无论是面孔 衣裳 还是心灵和思想 其实除了这些 有一个更需要我们去打扫干净的地方 那就是我们的居所 作家蒋勋 曾应邀到一个日本朋友家去做客 一迈进朋友家的门 蒋勋就感到了一种十分舒适的氛围 朋友的家里空间虽然不大 但打扫得干干净净 没有半点灰尘 家具物品也摆放得竟然有序 房间里还点缀着 郁郁葱葱葱的绿植盆景 桌仪装饰物都十分的整洁妥贴 家中物品没有半点杂乱 蒋勋被邀请到窗前落座 桌上茶香鸟鸟 耳边音乐悠扬 在这样一个干净 且充满失忆的环境中 仿佛隔离了世俗的喧嚣与烦扰 一切都变得那么美好 蒋勋还观察到 他们一家人非常的和睦 在轻松惬意的氛围中 心平气和地聊着自己的工作和学业 干净整洁的家 有着抵抗世事风霜的魔力 更能让家庭成员 彼此之间的情感更加融洽 川田光阳在扫除利益书中曾经提到 你的人生其实就像你自己的房间 如果你的房间脏乱不堪的话 很遗憾地告诉你 你的好运和梦想都会溜走 想象一下自己住在脏乱的房间里 或许经常为了找不到东西而急躁发怒 时间久了 脾气便会越来越差 也许还会因为满屋飞扬的尘土而感染皮肤炎症 呼吸道疾病 但如果你的房间窗明几净 整洁温馨 这样的家不仅使人看了书心 同时也能滋养爱情 滋养婚姻 哈佛商学院经过多年的研究 曾发现了一个现象 幸福感强的成功人士 往往居家环境都十分的干净整洁 而不幸的人们通常生活在凌乱和肮脏中 保持房间的干净 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 还是你的生活态度 居所干净 人心安定 福气自然 纷至塌来 曾有网友在微博中问 你觉得在过去几年中 自己最大的进步是什么 点赞量最高的评论只有八个字 不再追求所谓社交 所有人说 学历是铜牌 能力是银牌 人脉是金牌 多个朋友就是多条路 但真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才会发现 那些萍水相逢 点赞之交的朋友 并不会为你两位插刀 自己处心积虑攒出来的人脉 也没有派上多大的用场 歌手张韶涵 曾因为自爆朋友少而上了热搜 他在吐槽大会演讲时说 很多人觉得我在朋友圈里朋友特别少 不是我朋友少 是我对朋友的定义不一样 虽然朋友多了路好走 但我也不需要给我修路的朋友 因为我自己有翅膀 这一席话赢得了不少人的认可 于华也曾在在细语中呼喊中写道 我不再装模作样的拥有很多朋友 而是回到了孤单之中 以真正的我开始了独自的生活 有时我也会因为寂寞而难以忍受空虚的折磨 但我宁愿以这样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自尊 也不愿以耻辱为代价去换取那种表面的朋友 的确我们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人脉 人生至交两三人即可 真正的朋友是相看不厌三观相合 在你需要他的时候 他总会给你力量给你安慰 而靠利益聚拢起来的关系从来不牢靠 他们往往都会因利益的消失而散 有句话说得好 不要做廉价的自己 不要随意去付出 不要一厢情愿去迎合别人 圈子不同不必强容 有些人注定是你生命里的癌症 而有些人就只是一个喷嚏而已 时间很贵 不如把他们留给值得的人 所以社交圈的大小并不重要 圈子干净才是最好 有人说万里无云的明媚晴空 最是让人心旷神怡 干净成名的一切 总会让人心生向往 同样一个干净的人 也具有其独特的吸引力 和干净人相处 你会觉得舒服 和干净的人共事 你会心情愉悦 因为干净不仅是外表上的整洁精致 更是一种内在的气质 一个干净的外表会让人好感倍增 而一颗干净的心 则代表了一个人的修养和品行 对人几分针便会换取几分心 用情几多成 就会收获几多永恒 眼睛纯净才能看见美丽的风景 心灵干净才能拥有纯粹的感情 干净这两个字 看起来简单朴素 但它却是人一生中最大的福气 相信当你拥有 由内而外的干净 世间所有美好的事物 都会向你奔涌而来 好了 今天的文章就为您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守候与聆听 我是应游 让我们在下个夜晚 不听不散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